各位爸爸妈妈们 是不是家里的儿童绘本 已经念到都没有新书可以念 但是小朋友依然每天要求着你重复 再重复的一直念某几本故事书呢 如果你已经念到都没有新书可以再念的话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Gimini最新的Storybook功能 可以让你无限制的 一直创造出新的儿童绘本出来哦 要怎么做呢 往下来看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哦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得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我是阿当 很多人好像没有注意到 在Gimini里面呢 其实悄悄的推出一个隐藏的功能 叫做Storybook 可以用来创建儿童绘本 而且呢 这个故事的角色呢 很有一致性 做出来绘本呢 还可以直接朗读哦 往下就来教大家要怎么去制作 在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制作出来的故事绘本呢 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就会像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电子绘本的感觉 那在上面这边呢 点击就可以直接翻页 那如果呢 你想要直接让他朗读出来的话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朗读的功能 点击之后就可以开始朗读 甚至呢 还可以把这个故事绘本 直接分享出去给别人 这些功能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展示给大家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大家呢 要怎么透过Gimini 去使用这个Storybook的功能吧 好 首先呢 我们要怎么去使用这个Storybook呢 这边要呼叫他来使用的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你只要点击左边这个探索GIM 点击之后 就可以看到呢 新的这个Storybook的实验性功能 就放在最前面这边 可以直接找到 那你可以点击他来直接做使用 上面这边呢 也有一些基本的范例 你可以在点击之后 然后送出 让他去建立这个故事绘本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在你建立新的对话的时候 你只要直接前面加上Storybook 然后跟他讲说 你的主题是什么 故事内容是什么 一样就可以直接呼叫Storybook 来进行建立绘本 主要呢 就这两种方式 可以来呼叫Storybook 那不论呢 你是先点击这个探索GIM 去呼叫这个Storybook 或者是呢 像我这样子在前面打一个关键字给他 然后去呼叫他 只要使用过一次之后呢 在左侧的GIM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Storybook 那如果你有想要常态使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点击 钉选 那他就可以常驻在这里 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分享几个用来建立绘本的方式 首先第一种你没有任何的想法 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主题性 那你就可以直接文字的告诉他 比如说建立一个温馨的动物城市的故事 适合6到8岁 就这样就好 简单明了 然后直接让他去建立 大约等待2到3分钟的时间呢 这儿童故事绘本呢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产生的结果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主题而已嘛 建立一个温馨的动物城市的故事 适合6到8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生的结果 首先呢这个封面呢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们可以往右来看看 这是一个名为汪汪森林的迷人的地方 那所有的动物的和睦相处 那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们可以快速来翻页 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的一致性呢 做得蛮好的 然后依据他这个故事的文字内容 图片也配得很准确 只不过这个画风呢 比较没有一致性一点 像刚刚这个画风跟现在第5页这个画风呢 就没有一致性 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在Prompt里面呢 把它下精准一点 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往后看 原则上我觉得这个故事绘本 真的建立还蛮不错的 应该是我目前用下来所有的AI里面 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个 儿童故事绘本的话呢 目前我觉得GEMINI这个Storybook 用下来是真的是最好用的一款 接下来要分享的 第2个制作故事绘本的方式呢 就是给他比较完整的故事内容 那其实你可以先透过GEMINI 或是像ChartGPT其他的AI服务 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 修改完之后再让他去建立绘本 这样呢建立出来的内容会更符合你想要的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呢 直接用GEMINI来产生这个内容出来 好建立完故事情节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一样可以透过Storybook来建立 好这边呢我们一样直接把它贴上来 然后送出去 你可以看这边呢就开始建立Storybook了 好一样的蛮快的大概等2分钟左右 这个故事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创建的这个故事呢 叫动物城市 鼎亮星光音乐会 然后这个是封面以及这个标题 我们一样快速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 好一样的呢 我觉得故事角色有维持一致性 但是我没有给他指令是讲说 要维持这个绘图的风格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 有几张图片其实风格是没有一致性的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个在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来试试看看 让他这个图片维持一致性的风格的话 能不能产生出品质更好的这个绘本 接下来第三种产生方式呢 就是用图加文的方式 你可以给他一张主要的参考图片 然后再向文字的说明 那我们这次呢 鉴于前两次的制作方式呢 都有这个图片没有一致性风格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第一句先加上 我们要的风格是写式画风 然后图片风格务必维持一致性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送出 然后产生看看 这次呢能不能维持这个一致性 好给大家看一下呢 第三本制作出来的成果 那这次呢 我们来朗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朗读的功能 感觉一下是怎么样 一语森林魔法学院与失落的月光兽 在世界的隐秘角落 滴雨森林魔法学院正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然而 一连串的怪事却悄悄发生 魔药学教室里 埃拉指着一个空空如也的罐子 对着好友李欧说 天啊 用来制作快乐药水的闪亮浆果全都不见了 李欧则蹲下来 侧耳倾听旁边一株盆栽的悄悄话 好我们可以听到呢 这个朗读呢 虽然是朗读啦 但真的很朗读 就有点机械医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Google 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 毕竟呢 他自己在Notebook LM里面呢 可以创建出很自然语言的Podcast 你知道 但是在这个儿童绘本的这个念故事 怎么会那么的机械呢 这一点呢 我觉得倒是小小的可惜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个故事绘本的制作呢 是相当不错的 好那如果呢 你这个故事绘本制作完之后呢 想要分享给别人的话呢 你可以在右上角这边点击分享 然后按下分享 这边呢 就会建立一个公开的连结 你就可以复制下来 直接丢给别人去使用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你的故事 直接分享给别人 我想应该会很快就会出现 什么Jamen来产生的儿童故事的社群之类的吧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故事 然后互相的去使用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制作到第三本的时候 我们有让他图片风格 务必维持一致性 这个指令给他之后 这次产生的这个图片风格呢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差异了 风格都比较接近了 就不会像我们刚刚的绘本呢 某几页是突然跳脱一个风格出来 这次呢相较之下呢 这维持的风格就比较好一点 这个部分呢 毕竟呢这个storybook呢 还是实验性的功能 那之后会不会维持继续下去呢 我也不知道 但趁现在还可以使用呢 大家呢就赶快去试看看吧 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呢 各位爸爸妈妈们 是不是已经开始越越欲试了呢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